前有成飞六代机亮相 后有076辆7攻击舰下水 两天之内 中国公布了两大军事武器 直接让欧美的心量了一大半 因为这两大武器都会改变空中和海战模式 就拿六代机来说 它首飞后 欧美那边就集体炸了 以往中国有重烂级军事武器面世 欧美那是阴阳怪气 不是说你抄袭 就是说你哪里哪里不好 但是在中国六代机上 他们罕见的没有贬低 而是用震惊和超越来形容中国六代战机 中国六代机首飞 官方是没有公开报道详细信息的 因此大家只能从外形和设计进行推测 但即使如此 国内外都认为 中国六代机的出现 让美军彻底丧失了制控权 六代机有 隐身能力 超音速巡航 超机动能力和敏捷性 首先隐身性能强大 从扑关的视频上很明显看到 中国六代机底部没有明显凸起的零部件 大概率是将发动机外喷管设置在飞机背面 这种设计可以减少雷达反射截变机 也就是说 中国六代机符合高隐身战机的特性 其次是机动性 从公开的视频上看 中国六代机采用五尾大三角异布局 这种低阻力的气动外形 可以明显提高战机的机动性和速度 还有它的体型比半飞的歼20要大上一拳 这意味着它可以携带更多 更有杀伤力 甚至装载核弹等武器 除此之外 很多专家还推测 中国六代机具备三发 先进雷达 综合电子等性能 几乎全方面超越五代战机 对于美国来说 这是晴天霹雳的消息 在五代机上 中国歼20和歼30 双五代机制把空中 原本美国是指望六代战机 尽快研发出来 好重新占领空中优势 现在倒好 自己一直信心念念战机还没成功 中国六代战机都已经成功飞行了 因此 他们美国没底只能用震惊 丧失空中优势来哀嚎 但是更让他们绝望的是 隔天 中国076两弓舰就举行下水和秘密仪式 美国著名军事网站TWZ 直接用中国怪兽来形容 076两栖攻击舰 原因很简单 它是世界上吨位最大 性能最先进的两栖攻击舰 远远超过目前美国两栖攻击舰 所能达到的极限 首先 它的排水吨位超过了4万吨 要知道 法国戴高轮号核动力航母 也才3万多吨 也就是说 它虽然定位算是攻击舰 但实际体量已经可以和航母进行对比 说它是准航母也不为过 甚至吨位比美国最大的两栖攻击舰 还要多3000吨 这么大的排水量意味着 它可以携带更多两栖作战设备 如果只是吨位大一点还没啥 076两栖攻击舰 更重要的是改变海战模式 常规性能有多先进 我们就不说了 但它是世界上首个无人机航母 首艘电磁弹射两栖攻击舰 这两者单看就已经很可怕了 电磁弹射可以让076舰搭载更多的战机 不管是直升机 无人机还是赞人战斗机都可以 尤其是弹射无人机 是076舰改变海战模式的核心 无人机可以低功快速接近目标 进行超远距离作战 想想看 当两大航母舰队对决时 中国无人机航母 就可以先派出大量的无人机 低空进行信号干扰 攻击和侦察 完全颠覆了船团的海战模式 因此 在076舰面试后 美国采用怪兽来形容它 咱们国家还没有完成统一 未来如果爆发海战 那么076舰 就是一艘让欧美击弹的海战神器 中国两大神器接连公布 几乎霸占欧美军事版战的头条 曾几何时 我们与美国武器代差是鱼泥之别 如果中国武器水平 已经追赶甚至反超美国 也是该让他们体验一下 武器落差的恐惧了